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神的形象 人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 有性情 有欲望 要治理万物 要叫一切个案其次 一切都有调理起来 大家知不知道 人是要表现自己的 那个时候 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 他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他非常聪明 那个时候他没有自卑 他也没有骄傲 但是要治理万物 这样的一个人就出来 有爱心又有感情 又有意志 人被造的时候 是充满上帝的一个全能的 然而人失去了万王之王 神的悟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有根有基的源头 那个生命是从上帝来的 那个时候一失去了上帝的悟性 所以人在地上的生活 都成为了一个糊涂 有一个愚昧 变乱了 变乱了 但是还好感谢主 因为上帝的怜悯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降临在一群人的心中 上帝卷选的 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 战胜了一切 成为死人跟活人的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了 所以在圣徒上的一切的条件 在一个人的一个条件里面 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条件里面 充满着一个有悟性的一个潜能 那个潜能 一个potential 他的这个条件背景里面呢 拥有上帝一切的一个美意 那是我们要一生里面 信的人是要一生要发现的 唯有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信徒从那个时候开始 要联与耶稣基督的根基 他的条件 他的职份 他的岗位 明白过后 圣民才会解开在历世历代 还有万事里面的奥秘 他才会彰显出他的权命起来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人的问题 信徒的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在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的条件里面 上帝的座位是什么 我的价值在哪里 人的价值在哪里 都在这里一直寻找 然后仰望着 他的条件包括 他的身旁的人 还有人际关系 既然圣徒一切的生命都是属于这个源头的 那么信徒其实不需要应着惧怕来在这个地上生活 他有一个新的律 他不是靠着戒律 不是神秘 不是人本 不是欺负 来活的 他是靠着什么来活的呢 我再说一次 他是靠着第一 耶稣基督的宝血活 但是第二呢 他是因为站在上帝面前 还有人的面前 所以他不是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也靠着上帝的程序 他面对上帝 还有面对人的时候的那个良心来活 这个是什么良心呢 这个良心跟世上的人的良心不一样 也是重生的良心 这个良心呢 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的应许的这个良心而活 所以靠着这个两个 这个就是应许 就好像 你的身旁有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肢体 你的家庭还没有得救的时候 你面对他们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 你要得着上帝的一个称许 你能够喜悦上帝 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 你有一个良心 非要把他们的福音 非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也一同能够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 不可 虽然说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他们得救 你才可以完全的喜乐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得救就好了 但是你总是有一个不平安在你心里面 那个是因为上帝要在你生命里面要成就大事 的这个事情 所以因为我们连以耶稣基督 所以不是因为惧怕而活 乃是什么呢 乃是 为了要得到无可指责的良心 但是呢 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能够完全没有罪嘛 对不对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里面 有撒旦的暗示 有地上的一些污秽 我们有时候会遇见到 又沾染到 有时会生病 所以今天我有一点生病 所以大家 连绵喔 其实我也想过 这个奖章我写了 可不可以叫另外一个人讲 但是好像不行 他们都 同工们都有累的时候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最好的祭物 就是上帝要用 有一点生病的人 大家如果听不到的话 告诉我 我用这个买 我再说一次 因为在这个地上生活里面 我们不是完全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甚至超过人的方法 超过圣洁的 人的圣洁的方法 就是上帝的圣洁的标准 上帝圣洁的标准在哪里呢 就是唯要靠圣灵充满来活 圣灵不是激情 大家想 激情是什么 motivation 对不对 有靠着一个意志力 靠着一个感情 靠着一些表现 靠着一些感动 或者靠一些知识 上帝是要怎么样的呢 因为人不是那么刚强的 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模仿 不能够再有一个效益 不能够再有一个 用一个虚假的盼望 要有一个无限的 有一个永远的 才可以 唯有在凡事上有悟性的 那个才是圣灵 当然有时候 圣灵是超时空做工的 但是圣灵离不开 耶稣基督是主 祂也离不开 就是祂也要回到 神的事实 神的真理里面 祂每次给了一个感动 就是要叫圣徒回去 读圣经 看圣经 有没有合乎真理 要把一些系统 把一些悟性 传给旁边的人 因为旁边的人 自己呢 旁边的人呢 怎么能够用一些感动 他们能够明白呢 他们还是要回去 认识耶稣怎么样 是他们的主 你叫他们 耶稣是你的主 你要把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的主 其实 到有一个地步 不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 本来就是他们的主 他们要认识 所以要把这个悟性 把这个解释出来 这个才是圣灵 圣灵是要往着这个地方 那么圣灵是怎样 无意识地临到一个人呢 圣灵又是很奇妙的 都是好像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圣灵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灵呢 怎么样相信这个圣灵 基督做了一个榜样 他在世的时候 他自己先受了洗 他自己不需要受洗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罪 他自己 但是为了完全律法 重点在这里 所以圣灵如同 就格子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然后上帝从天上 天父就向他 就显明有一个声音就说 这是我所爱的 我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里面 圣徒呢 在成圣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怎样 无意识地得到这个圣灵 圣灵怎样无意识地 临到这个人身上 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 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要叫 就是一个人 耶稣基督也说 凡要跟从我的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成就一切的律法 跟从主到底 就有一个不能够放弃的 其实呢 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在做这样的当而 这样的过程 不一定你做到的时候 当你做的时候 你愿意的时候 你真的跟从主到底的时候呢 圣灵按着他的时间表 就会叫一个人 就相信 原来有上帝 原来有圣灵 他就会察觉到 原来在我旁边的人 有个基督徒 他就是向我发出这个爱 原来有圣灵 然后他就会一生里面 依靠这个圣灵来活 爱就会完成了一切的律法 圣灵是保卫师 爱也是 爱的灵是完全律法的 所以为了接着圣灵的能力 得着大盼望 我们一生里面 是要得到大盼望 所以我们凡事操练 就好像保罗这样 他说的这个不是伟大的话 他说 他凡事操练 当作有损的 为了要效法 耶稣基督的死 这个不是虚假 效法不是模仿 模仿跟效法是不一样的 效法耶稣基督的死 或者能够得着从死里复活 也一样能够这样复活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保罗也在这个圣经里面说 凡事都要做 每一个关系都要得到上帝的美意 要成为上帝的仆人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不要觉得太过压力 祭坛也是 牧羊也是 每次跟弟兄姐妹说的时候 弟兄这个还不够 你要做到这个 还要再做 还要再做 牧者 要做了还要再做吗 你要我死啊 其实 你明白 效法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到那里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怪牧者 你要面对主 面对主 因为主那里要给你超乎无上的圣灵的感动 要完全这个律法 我们来读一句经文 《采智罗马书》14章、13章、15章 我们看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把 这个罗马书13到15章读 《采智罗马书》14章这里说到 如何对待比自己信心软弱的肢体 这样来活 第七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那这重点呢 保罗说这个的时候 重点呢 是在于教会 还有肢体的合一 因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第九节 因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 我要做死人 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 亲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其事 万兴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 在上帝的面前说明 这里的意思 因为耶稣基督是审判者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奇怪的 我们看弟兄姐妹的时候 他的好处 他的蒙恩 我们就自然而然有一个比较 比较就是论断 论断就是自卑 一样的东西 一句话来说呢 我们不要受控告 但是呢 你关注人的判断 过于上帝怎么样判断你的时候呢 这个是跟主耶稣基督 他是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 他是万王之王的那个大审判者 这个差异太大了 耶稣基督审判你 他死而复活 他在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痕的时候 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跟弟兄姐妹比较的时候 你那么多的感觉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一点 就是大家会不会不好意思 这个意思 你是讨上帝的喜悦 不是讨人的喜悦 所以不要比较 这个意思 这里九到十二节的意思在这里 不需要自卑 就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点自卑的话 OK 那你转向 主我要得到你的谦卑 对不对 你的自卑转为谦卑 那第十三节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脚跌倒 跌人的物 跌人之物 保罗的自由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里保罗才说 我们要用爱心 不给人半倒跌倒的意思 那我们跳到二十一节 因为时间的缘故 相信保罗不单只是讲这个 吃肉喝酒的这个东西 他也是要带出一个原理 第二十一节 不认识吃肉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情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二十二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的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那这里你有一个强调 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话 那你不要看别人嘛 你自己要更新 你自己要多猛恩 对不对 尽力 尽心尽力尽力 然后寻求着属灵的福范 面对主 主到底 这样子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算是吃的有疑心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的不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有罪 所以信徒和圣徒是靠信心来活的 我们跳到十三章 第八节 这里讲到国家社会在人群的时候 然后就讲到第八节了 讲到一个缘语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疲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这个一个强调 不欠人 但是什么都欠人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的律法 唯有福音的债 唯有福音的债 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爱 你成为一块爱 这个 这里要讲的是这个 第九节 向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 贪什么 贪力 会有别的借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的 爱是不加害于人 这个包括 一直要给 这个也是有一点太过分 爱是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爱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活在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不只是成为有恩典的人 我们成为有悟性的人 懂得几时要给 几时要停 有时候不一定你全部都给 人才会明白 有上帝 所以有时要停一点 所以有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爱 神信在一个人的身上 第十五章 第一节 我们兼顾的人 应当担待 不兼顾的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信心本事 出于恩典 所以神赐给你这个信心 我要你在教会里面 也传福音 这个意思 刚才我也说这个 比较没有信心的人 在旁边的时候 你总是会想要把 有信心的话 要给旁边的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的话 是我可以这样说 你不太自然 不太自然 第二节 我们个人要叫 灵蛇喜悦 使他得益处 建立得行 好像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是都有益处的 第三节 因为基督也不求 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这样想 耶稣基督他受苦 表示他的顺服 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的顺服 耶稣基督受死的榜样 表示我们 连我们有时候也不能的地方 耶稣基督要上司 要为众人死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点不能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不能 不能分享东西 分享信息 分享 有时候不能嘛 对不对 这几个星期 牧师把一些重担 侍奉就交给人的时候 有些人就压力了 不能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死 是为了什么呢 是表明 他的不能呢 还是为了众人而受苦 这样的意思 所以一个是顺服 一个是为众人受苦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 如骂你的人 如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样的意思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 所生的忍耐和平安 可以得着盼望 所以下面呢 都是讲那个 犹太人 怎么样祝福这个 外邦人这样的 所以我们旧约 一切的教导 都是为着 新约的 这个信徒 为了建立 德行的益处 第五节 但愿赐忍耐 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 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彼此接纳 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 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榜样 谦卑到底 这样的时候 很奇妙的 彼此相爱 彼此付出的时候 就反而 教会一定会看到 看见这个合一的 因为福音的缘故 活出这个福音 第十三节 一个结论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什么盼望呢 重生的盼望 重生的盼望 荣耀的盼望 还有对末世的信徒 耶稣基督要再来的盼望 这是大家有盼望的 因为 因此耶稣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第一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要能够凡事上 见利得行 的话 我们先要得着信仰的悟性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就是为了叫我们与神 与人 还有与律师利贷 恢复一个关系 第一 所以 我们 我们先从我们的条件看 神离我们不远 神其实 就在我们的条件里面 隐藏着 这个是同在以马内利的意思 我们不要 我们要破碎 对不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破碎 但是我们不要粉碎 听懂了这句话吗 因为上帝给你一切的条件 不是你要全部忘掉 不是这样的 上帝给一切的条件 破碎 好像building block 好像雷狗这样 对不对 block 就是破碎在 就是好像耶路撒冷的殿 就是全部平 没有一个石头 在一个石头上面 这样 破碎 这样才可以再重新建造 你粉碎的话 你把你一切的条件忘掉的话 那 怎么重新建造 所以那怎么样耶稣基督用这个条件来寻找我们呢 在这个条件里面怎么样看呢 所以有三点 这里我们看 第一呢是 你的软弱 有哦 所以耶稣基督才可以写明他的爱嘛 他才可以寻找你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软弱 有一个性情 例如哦 可能你是很喜欢 就是隐藏自己的 那这个耶稣基督隐藏的这个奥秘 他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嘛 他向你写明的时候 甚至他全部都隐藏 但是唯独要寻找你 向你写明的时候 虽然你是孤独 然后隐藏自己的 外表就是 就是不要给人家看你里面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向你亲自 爱你寻找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就是马上全部都是 就是得释放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耶稣基督 他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时候有一个人 他的情况 他不认识主嘛 所以我们为了要爱他们 有时候必定要下到他们的条件里面 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爱 告诉他 不要这样的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 他也是 这样在人间里面 体恤我们的软弱 来爱我们 我们才会明白 原来上帝的爱是这么合得的伟大 然后呢 会明白 原来上帝的那个demonstration 那个strike 怎么要说啊 那个大写明 写明他的爱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他写明他的大爱 这样啊 我们才会回到他面前 但是这个第一点呢 我们 他的爱寻找我们呢 我们不一定会完完全全的 得释放 就是可能你一想到那个条件的时候 那个创伤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后悔 你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控告 还是会有 所以第二你要发现 第二 你要发现福音的荣耀 所以我们不断地传讲这个福音 你爱福音吗 你爱福音 你爱回上帝吗 这个意思 有一天 这个福音的荣耀临到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我的条件好小 好渺小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荣耀 远超过我所想的 我这个有限的条件 有什么 有什么益处 看也是太小了 保罗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 根本不配他的条件 他说什么 弟兄们啊 我何等的喜乐 对不对 在菲利比书的时候 他说我所遭遇的都叫福音兴旺 他何等的喜乐 但是他的条件在哪里 他在监狱里面 所以缘超过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是第二 但是第三呢 还有多一个层次 但是有一些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很讨厌那个条件 很讨厌 但是上帝还在那个条件里面 上帝的医治的方法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 第三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怎样的 他复活的身体过后 他的手还是有钉横的手 对不对 为什么耶稣基督医治了 还是有钉横的手 为什么还有創伤 还有那个疤痕 因为福音的缘故 有一天 你连你的条件也喜爱 因为你看到你旁边的人 他们也因你的 好像跟你的条件一样 也是因为一些的自卑 一些的条件不好 看到困苦流离里面 好像他们 我也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问题 而痛苦流离 我至少有耶稣基督 所以呢 然后你也自己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奥秘 你会继续不断地寻求主 所以因为有那个条件 你反而 有了那个创伤 有了那个疤痕 反而更开心 如果没有这个创伤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 耶稣基督爱你 你看耶稣基督爱我 耶稣基督也可以一样地爱你 这样 反而你有问题 你有那个有限的条件 你有的一切的条件 反而刺激你的一个力量 叫你能够夸耀上帝 夸耀福音 然后成为见证人 所以呢 耶稣基督 所以你的条件里面 你恢复的时候 圣灵会临到你的身上的 所以感谢主 第二 要不是主的爱 要不是主的爱 我们怎么会喜爱上帝的律法呢 早就在苦难中糊涂灭亡了 这是四篇第一九篇第二九十二节的 这个糊涂啊 是比你的罪 有什么软弱 更糟糕的 大家要明白这点 不是你行什么恶 才是 才更糟糕的 大家知道亚哈王吗 这个君王 圣经说 他是以色列王当中 以色列王也好 南优大 南优大 北以色列也好 他是历史历代 以色列王当中 最邪恶的王 就是亚哈王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亚哈王 他有一点 他不像这个 希特勒 希特勒是很 独到的 最恶的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历史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 全世界都会同意 他是很坏的一个人 邪恶的 没有留情的 要灭杀的等等 但是这个亚哈王 他是 很奇怪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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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依靠主的 这个时候 要攻打敌人 依靠主的时候也有 然后这个敌人来的时候 这个亚兰王 就是塞瑞尔 亚兰王 变哈达 变哈达 这个王 攻打的时候 他是不管 要攻打就是攻打 然后威胁回 但是他就战胜的时候 他却怜悯这个王 不应该怜悯的 他却怜悯 要战胜的时候 他战胜 但是不应该怜悯的时候 有一个糊涂的灵在他身上 所以耶喜别也是他的太太 耶喜别是很邪恶的 很奇怪 他也结了一个结婚 也娶了一个 很邪恶的一个太太 耶喜别 然后呢 他也是 他本来 你看他的人 他是要得那个拿伯 拿伯 那个 要得他的葡萄园 然后变成一个水果园 那个花园 菜园 其实要种菜的人 他们应该是挺温柔的吧 所以那个拿伯 因为自己的基业 他不要给那个君王 那个这个君王就是很痛苦 哎呦 他不要给我 我这个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君王的职份 耶喜别就帮他想一个诡计 把他杀掉 把那个拿伯杀掉 然后给他 你说过这个君王 为什么这么 没有那个 这个聪明 这些 鬼杂 没有哦 然后呢 然后 很奇妙的 那个 以利亚先知就来 就讲他 为什么你杀掉这个拿伯 你的后裔全部会灭 然后这个亚浩王也是哦 马上哦 他马上悔改了 马上要什么 就是禁食 祷告这样 所以上帝 接着这个以利亚才说 这个时候不会灭你 你的后裔 他的确他是最邪恶的 他的邪恶在哪里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 圣经所强调的邪恶 不是单单杀人放火 你糊涂了 你糊涂愚昧变乱 蒙蔽的时候 你根本不认识你的根源 你的生命的根源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时候 你这个糊涂的灵跟着你的话 你是什么恶都会做的 什么邪恶都会做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不是主的爱临到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不能不顺服主的这个律法 我跟你说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在你身上 开始了 有这个有根有基的 你才开始能够爱上帝 所以我告诉大家 自然人是怎样的 自然人是属肉的人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里有说 自然人跟属人人 这个属肉的人 自然人跟属灵的人 自然人是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有一个软弱的时候 有一个软弱就临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讨厌 那个软弱 我们都会嘛 对不对 但是会不会到一个地步 你会很讨厌 然后很想要把那个软弱忘掉 忘掉 带来这个软弱的那个意念 你很想要忘掉那个 很想要解脱 但是这个是佛教思想 把那个七情六义就除掉 圣徒不是这样的 那个地方你要停止 你要明白 其实上帝还把一些的性情 欲望留着 是要你重生起来 这个我们牧师有讲过 但是我们一起确认 因软弱 因你的条件 所发出来的很多的那个悔改 很多的想 就是转向神 很多的要与神立约 要爱主 爱国 爱民 对不对 这样的时候 生出爱国爱者的意志力 好像你跌倒了 你一个软弱跌倒了 但是你起来的时候 我不可以再软弱 好像这样 然后我更要与这个魔鬼撒旦 摇牙切齿 要跟他打仗 我的这个软弱 这个邪恶 这个不够的那个地方 你就爬了起来 大家知道吗 软弱变为刚强就在这里 属灵的人是越来越得着何等藏过靠身的这个大爱 所以甚至在受这个苦难的时候受刺激挺身的走 我不懂这个是不是对的 但是 这是Micky昨天跟我讲的 他说 他说 本来我是听说 然后就埋怨的时候 弟兄姐妹的爱 上帝的爱将来的时候 突然间一股力量就出来 就站起来 所以第二天的见证 就是讲的时候 连姐姐也 也 是不是啊 流泪啊 这些是不是 我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 我不在那个上里 他说 我可以想 第一天第二天都有圣灵充满 但是第二天更加受理圣灵充满了 因为受到刺激 受到刺激 太多刺激当然不好 就是人会倒下来 但是呢 但是大家明白吗 神放有一些软弱 放有一些不幸 放有一些问题在我们身旁的时候 反而叫你刚强壮胆的 你不要讨厌 你要把那个转为 转向主 你要悔改 要不是有主的爱 你现在在哪里啊 在哪里 有一天我就软弱 然后就一直祷告也不能的时候 就醒过来 要不是有主的爱 要不是有主的爱 我在哪里了 所以我就起来 该睡的睡 该做的做 该跑的跑 该吃的吃 得到那个力量起来 再走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靠惧怕来活 不要惧怕来活 我们也当然不是靠自己的义来活 不要自满 也不要自己的义 我们要靠圣灵充满来活 凡事都要靠圣灵的充满来活 那这里有一句话说 那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 没有口才怎么办 没有智慧怎么办 没有言语怎么办 怎么办 没有恩膏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不要靠有口才的条件 你不要靠有恩膏的条件 甚至这样说 一个强调语 你不要靠 只要靠圣灵充满 你不要靠你的 一来的那个精力 你要靠圣灵充满 来活 来传 来做一切 你在无能的时候 你在哑口无言的时候 你祷告吧 你什么内容都没有的时候 你祷告 圣经 上帝说 有一个应许给你 给我们的 诗篇第119篇 22节这里说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了你的法度 这个是圣灵充满来讲的 对不对 因为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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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没有 口才 你的没有条件 你的没有 那个精力 这个呢 不要看 你看 你有没有守了上帝的 法度 你有没有面对上帝了 面对人了 你在上帝的面前是清洁的 你在人面前是清洁的 的时候 你圣灵充满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你没有口才 什么都没有 没有精力 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预备的时候 要怎么样 你向上帝说 最后一分钟也好 上帝不会给你羞辱的 上帝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被人藐视的 明白吗 只要你能够面对主 面对人 你可以祷告的 第2小点 我们在无能中的时候 无条件的时候 怎么办 你那个时候 你发现悔改 转向主 仰望神 那个时候 你不要一直关注 你的条件 不要一直关注 你的不够的地方 4篇119篇 95-96 换句话说 你还要比条件 你跟他的条件 比我的更好了 怎么办 我怎么样能够胜过他 我怎么样能够传福音给他 我怎么样能够活在人的面前 我怎么样能够 就是做工这些等等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的 人的条件可以 可以多少 是有限的 所以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是无限的 他是无限量的 对不对 他是 你看到万事 就算是看到宇宙里面 在神的荣耀里面 还是小小一点 就是有限的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的勇敢就会来了 不是看 你一直关注你的条件的时候 你不仰望神的时候 你就会被那个条件 吸去了 但是你一直仰望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万物里面 还比不上我的上帝 这样 你就会得到那个圣灵 这个圣灵充满来活 那 当然我们不只是一直靠着这个感情 这个是 有时候 但是 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受到圣灵的恩高的时候 你能够认辩灵灵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口就会有内容了 OK 那个时候有内容的时候 诗篇119篇一扫130 那你就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 你一明白了 你一有悟性了 你能够解释 人现在的那个时间表 你能够认透人的灵 你能够认透你现在家人的那个时间表 那时候 这个有点深 这里有一点深 但是你一能够明白 你一能够 就是明白 然后解开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愚人就是糊涂的人 你旁边的人 你就可以给他答案 OK 有时候 你给答案的时候 超过你能够给的 就出来了 你才学习 但是有时候呢 但是 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圣灵给你看 给你知道 你知道来传 是最有能力的 这是第三的 最大的 但是要怎么样得到这个 所以第二呢 第二大点 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干涉 照主的话 求主恩赐 赐下这个 悟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知道和明白 我先回去 讲一讲 为什么我要 我们回去刚才那点 我少了说的这句话 可能大家有点乱 什么是靠圣灵的方法 大家知道吗 圣灵充满是这样的 你把一切的知识 甚至把圣经 全部的经文 就背起来过后 你什么都懂了 你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但圣灵充满了 就好像 你大概懂了 或者你全部懂了 你懂那个 那个书 那本书 说明书 你懂 大概懂 你甚至不能够背 但是你懂 差不多在哪里 你也懂那个 系统 你很能够活用 这个 你才能够解决的 所以 圣灵充满就好像这样 好像开车的时候 大家这里 我们都 不是每个人都有用车 但是每个人都会驾车 奇怪哦 在新的老婆是这样 都有驾驶时照 差不多每个人都有 你驾车的 开车的时候 你学 什么都学 但是你真的开车的时候 你是靠什么 你是靠 这个要怎样驾 那个要怎么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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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对不对 你有一个 你也不是靠一些巧妙 你就是能够反应 明白吗 你有一个反应 这个是叫靠圣灵充满 来活 你面对主 你呼求主 你能不能认 认到上帝的 上帝正在做什么 那驾车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 有一个车要来的时候 你在那里 我的驾驶不太好 让你停在那里 那个是最危险的 对不对 你查验比较好 你要走就走 你要停就停 你不可以停在那里想你的软弱 对不对 圣灵充满的方法就是在这里 我给大家这个 这个一个比喻 教大家明白 所以我才到第二点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 圣灵的这个方法 所以圣灵的干涉呢 我们要知道圣灵怎么样干涉我们 怎么样 祂的话是赐下这个悟性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悟性 如果 我给一个比方 如果你不太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不太认识一个人的生命 他的细节的时候 你很自然 你会判断他 你会论断他的 很奇妙 我不知道怎么讲 有一个人的细节 他的软弱 他的背景 这些 你不太知道他怎么样受伤 这些 你就会判断他 为什么他不 这个 不遵守 不行 不来 不来去 就是不可以爱人 不可以什么 这些 对不对 不认识的时候 你必须会判断 自然认识这样的 但是呢 为什么要悟性 就是你知道这个的时候呢 你非需要耶稣基督不可 对不对 耶稣基督他是怎样 他是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爱了 还没有认识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爱了 相反 对不对 所以牧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灵 为什么我一直讲传福音 牧养的东西 因为认识圣灵的东西呢 是跟传福音跟牧养的事情很有关系的 你要认识圣灵 一定要认识这些的 那 你 你就 圣灵是 还没有 就是认识的时候 就已经爱了那个人 所以呢 耶稣基督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灵 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呢 你有那个悟性 你知道一定有 一定 有要爱的地方 要传福音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 圣灵一直在干涉你 在干涉你 所以呢 你那个时候需要基督 需要这个圣灵 需要基督来感动你 需要耶稣 圣灵来告诉你 来干涉你 需要他的那个指示 所以需要这个悟性 你没有这个悟性的话 你不懂的哦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是 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主一直正在要与你立约 各位 我们刚强的也好 不刚强的 一起一同来确认 我们一切的条件里面 我们一切的问题里面 主是一直要 以你立约的 一直要跟你立约 你不管是麻木也好 就是良心受谴责也好 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甚至你像小孩子 你要靠感觉 你不管 就是你不能怎样了 就是有感动 没有感动也好 或者是说 你在基督里面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那么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样 其实哦 上帝给你到一个地步 你不能模仿 不能够没有感觉 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是要给你一个问号 好像你问题 什么都解决过后 我曾经 我过去 我问我们的 这个热灵小组 我问他们 刚过的 你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的时候 那么你还需要主吗 大家想一想 我们很多人是 因为有一些问题 所以受刺激 所以需要主的 因为可能家人就还没有信 所以受刺激 继续需要主 一些苦难 一些病痛 所以需要主 但是上帝给你解决了一切了 那时候 你还需要主吗 大家 所以上帝在干涉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上帝一直要与你立约 他要的是你的心 他不是要你给他什么 他要你的心 他不是只是要给你的问题解决 然后上帝有什么 他要你给他什么东西 不是这个 他要你的心 他要你全部 所以有了一切的人 发现虚空虚空 原来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的人 他是有福的 我们今天真的要明白 耶稣基督 你要的是耶稣基督祝福 还是要耶稣基督本身 明白这个的时候 有了耶稣基督还要什么 从那个时候 你完全猜猜 重新建造 不再为自己活 叫耶稣基督 尽量要在你身上 照上显大 无论你信不信 感觉不感觉 耶稣基督 总是你的主 然后我们就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会有这个感觉 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 大家知道什么是 bipolar吗 bipolar 就是 我查一下 bipolar disorder 的华文就是 双极性精神 什么乱 这个我也忘了 说乱还什么 那我们有没有 信徒有没有 就是很蒙的信徒有没有 那个不是disorder 它是正常的 也是有 对不对 我们保罗先生 他也是这样 有时候很苦 但是有时又是 很喜乐 对不对 他也是有bipolar 双极性 但是呢 有bipolar disorder的人 就是有这个双极性 精神乱 变乱的时候 他是 感觉也好 没有感觉也好 没有一个 定见 没有定见 就是靠感觉 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不知道几时要开心 几时要辛苦 没有那个意志 这个要转成这个双极性 心灵 在苦难中有恩典 在呼求中 却有心灵的这个满足 对不对 Grace in sufferings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 要掌握到这个 就是要用死的方法 感觉改变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感觉不对的时候 就是不对嘛 怎么样靠事实 大家有没有感觉 有经历过这个 受控告就是受控告 怎么样说 上帝爱我 感觉不到嘛 因为控告的灵 控告的感觉 跟这个爱的感觉 一起来 好像控告比较大 虽然亡亡之王 亡亡之王的那个 爱 要临到我了 但是那感觉是这样 怎么办 所以 怎么不靠感觉 靠事实 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也不懂 怎么样讲 但是我发现了 有三个奥秘 帮助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时候 乃属国度的人 我们就舍己 让主活 你先要有这个 先要有这个 明白 先要有这个悟性 你的生命是主的 无认你愿意不愿意 你是属于主的 所以你很软弱的时候 你也知道 保罗说 很软弱的人 你是义的奴仆啦 明白吗 你是义的奴仆 你不是罪的奴仆 你是义的奴仆 跟自己说 这样 这个是 所以保罗说 这个是给 这个是不应该讲的 但是这个 这个罗马书七章 这是不应该讲的 因为这个 但是呢 因为你们软弱 谁这样讲 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 是 那有时候 那个软弱来的时候 那软弱来的时候 然后 那个软弱的趋向 就有一点 伸出一些 要走自己的路 然后你的爱心 有一点冷淡 好像 想必 好像 是不是人有动机 应该是人的 这个动机 就是有一个 硬着心就来 有一个固执的灵 就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能够的话 你察觉到 你就马上 抵挡这个思想 放下自我 让主活 这个在 这个在 你有那个感觉不对的时候 你察觉一下 察觉一下 你会发现 那个固执的灵 会来的 但是当然 有一些 到最后 有一些感觉就是 没有办法 所以 你要衡量 你自己的信心 还有体力 有时候也是 你太累了 你会知道的 有时候 你的信心的沉处 到哪里 你可以忍受到 所以那个时候 你在调整 你的生命生活 怎么样远避 那种的感觉 你不能够的话 你远避 不是解脱 不是丢掉 那些是叫你 靠近上帝 都不要靠近上帝 寻找上帝 然后得着圣灵的满足 心灵的满足 用这个来超越 那个软弱 但是最后呢 上帝会问我们一句话 你计算了没有 你着凉了没有 你们跟从主到底 我们的信徒 的生命生活 是要计算 还有着凉的 计算呢 有三个 就是这里不要写不要紧 我读就好 计算哦 这是彩字 路加福音十四章 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这里哦 如果你要盖一个房子 你要知道你的财务够不够吧 所以你要计算 不然你盖了 那个屋顶的时候 整个东西倒下来了 你就羞辱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讲施奉的人也是 讲有时候 你以为你自己可以 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马上整个生命 全部垮下来 马上被那个感觉 牵你着走 所以呢 你要先计算 你有没有足够的 祭坛信息 第一 祭坛信息 是叫你有悟性 叫你能够牵引 你多听到神的话 你多受保护的 实际是这样 你没有肢体的帮助 我劝大家 可以的话 我这样讲可以的话 不太好 大家 就是 十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小组分配 对不对 我先报告 等一下 那个小组分配都在外面 每个人都有 那个不告难 我们都 每个人都有那个小组 我们看一看 我们小组主长是谁 就是我们 经过了 我看有两个月 的那个查验又在查验 查验又在查验 不只是一个 就是两个三个 好几个同工 一直在看来看去 这样 对不对 来出来的 如果你很想到另外一个小组的话 可以 但是呢 你的小组也参加 然后你也可以去另外一个 这样 但是还是 是 stick to你的那个小组 还是 这个意思 安排这个小组 有时候也是为了那个小组组长 来着想的 所以你不在的话 小组主长一个人可能也是有点难 我再讲回来 你计算一下 你有多少 集团信息 你有多少 肢体的那个帮助 还有 有时候也是要计算 你有多少 那个经济的能力 对不对 有时候也要计算的 有讲属灵的 边上的地下 都要计算 为什么讲经济的能力 因为有时候 钱是方便 有时候你可以买一些 叫你比较安然起来 然后比较能够面对主的 属灵书籍也好 有一个 特别一个地方 给你灵修的地方也好 但是我不是告诉 鼓励大家 特别要寻找一个 特别 就是多买一个房子 还是什么 为了要亲近神 不是这些 或者是有空的时候 去East Coast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计算 计算 你有的 然后着凉 你心灵里面的 参透力有多少 你心里面的 那个意志力 还有意志力 有多少 你的身体足够体力吗 会累吗 这些 这个的意思 有两个 世界的能够满足你多少 还有第二 你行在国度里的话 你能够失去多少 这两个 其实这个着凉的意思在这里 不是说 你着凉了 你计算了 不可以 那就不要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说 你要跟踪主到底 所以 你想一想 世界能够满足你多少 确认一下 对你很喜欢玩 你很喜欢那个感觉 但是呢 能够满足你多少 少一点点的那个 享乐 可以吗 你问自己一下 可以吗 那 你有一点分别为胜 要失去好像很多吗 你以为很多吗 跟踪主真的是这样要舍去一切吗 其实你想一想 其实可以换取更多的 你可能失去一点点 但是你换取那么多 大家知道吗 这个这样才着凉 但是到最后 你真的着凉还不可以的 还不可以的时候 所以这里耶稣基督也说 如果你一万军队不能够打两万的话 两万还是三万 那你要怎样 你要坐下来想一想 还是赶快就跟他和谐 还有条款 谈一个商量先嘛 所以商量的话呢 是 我这里有说 如果我们有一些苦楚 有一些软弱 或者你知道 你自己时间表不够的 哪一个地方的 那 常以为亏欠的 那你 你有一件事呢 就是你跟上帝商量 你真的不能够的 爱 你多用爱 多付出爱 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 爱就成全了律法 很奇妙的 当你不能够的时候 你用爱 得到上帝的爱 然后多爱人 有时候 也接着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问题 你的答案 上帝要给你那个答案 在人群当中 在牧养 在爱人的当中 在你照顾家人的时候 当中 会向你显明 有很多很多的话 有时候你因为一个 一个姐姐 还是一个肢体 他一大堆的一个埋怨 所以 你为了爱他 所以很多的美意 很多神的话给你 然后来 帮助他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很多的话也得到 你自己也得到 就是这样 你自己的问题 没有解决 但是呢 上帝会扶持你 这样 那个是商量 你多爱 爱能够遮盖多罪 但是有一些苦楚 跟软弱呢 你跟主知道的 必定要解决的 不然的话 不能够得到 主跟神的人的称许 你不能够得到 圣灵的这个恩高 你不能够得到 那你知道 那个地方呢 是你一定要解决 必定要解决的 我在这里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比喻 不是比给大家讲一下 以利沙 这个跟从主到底是怎样的 我这里要说 这个第二大点是说 你要认透主的干涉 那这个主的干涉呢 是 主的灵在哪里 即使他就灵到我身上 这个无意识的 这个圣灵怎么样来呢 我想一讲这个 以利沙还有以利亚的故事 以利亚是以利沙的主人 他就跟从这个以利亚 以利亚要被升天的时候 那这个以利沙怎样 有一些人就在旁边 你的以利亚主人要去哪里 他好像要听说要升天 然后以利沙怎么样 祝福不说 为什么 两次三次他就说 不要说不要说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跟从主 他要跟从主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谁蒙恩谁不蒙恩 但是自己要寻找主 自己要寻找 因为他跟以利亚要得到什么 你要什么我给你 以利亚跟他说我为你祷告 他说我要你加倍的灵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对不对 哇这个很难给哦 因为以利亚是多么有圣灵的人 对不对 多有能力的 你不要说 因为他要面对主 他要关注 他要学习一切以利亚要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话 的恩高的话 祭坛呢 你跟从到底 你做到你不要看别人旁边的人 所以 以利亚升天了 然后以利亚的那个外衣就掉下来了 但是好像没有得到那个顺利哦 即使来啊 所以他拿那个外衣哦 他就打那个耶诞江河水 他就说 他就喊着说 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 他就打 然后 然后很奇妙哦 那个水就分开了 哦 他知道了 无意识的那个圣灵 淋到他身上了 那么 几次来不知道 但是呢 真的来了 但是几次来呢 怎么样来呢 他是去跟从主到底的时候 他不看人 不看条件 就是跟从主到底 把 上帝给他的信息 当成不是人的表演 是上帝 今天 这个时候 要给我的那个答案 要给我蒙恩的 就算是 讲台 信息 表演不好 讲得不好 但是上帝 必定有话对我说 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所以双辈的灵 加辈的灵才会临到他身上 这样的人呢 必定会得到很明确的美意 才能够使于人通达 那我这里要说一个比喻哦 有一个 不是比喻 这个美意 这个美意一定要给得很清楚哦 那 如果你 这个 尽量 告诉大家 尽量要把 要实际化 那个美意 有时候 美意可以很多 深的画是可以很多 很多 然后你跟人讲的时候 也可能很多 但是呢 尽量缩 缩小 然后把最容易 但是 读到的那个 话 要给 我告诉大家 因为呢 自然人的那个趋向呢 一定会找最容易的路 要走 所以你跟上帝说 你跟那个人说 上帝爱你啊 所以哦 你有时候要谨慎一点 但是人不知道 谨慎是什么 所以呢 他就说 嗯 OK 好 就谨慎 但是他的问题不种 因为他不 他不改 他也不知道什么要改 对不对 所以 有些话是 你要直接 直接讲 你要明确 所以你查验了 要明确 你明确的时候 那个美意呢 就好像神的话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就好像 领雨魂赤入破开的 那个能力 你明确的 那个旨意 讲出来的时候 人才会明白 他就好像 那个double edge shot 就是 能够揭开 人的心 人的心的那个诡诈 人的那个假道 才会 才会明白过来 才会进入一个 新的时间表 最简单 所以 对不对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靠 我们靠圣灵的时候 就是要给出 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你有爱 对 但是你的爱呢 会不会怕 你怕 那个人 的话 的那个反应 那你 其实不够爱他 因为爱你没有惧怕 对不对 你爱到底 你真的 为什么你能够说呢 因为第一 你查验了 这个是神的美意 第二呢 这个是 这个是他真的需要的 所以一句话也好 讲 有爱心说诚实话 有温柔的说 有时候也需要 对不对 但是都是爱的 明确 最后了 最后了 我要这个快一点 为什么我们 这里说 所以凡事都要做 往着凡事都能做 什么人得益出 建立得行 为什么我们 什么都要做呢 我的信仰生活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很奇怪 在我的心里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但是一直有一个声音 一直有一个心里话 主啊 为什么你要叫我的生命 这样难啊 什么都要叫我做 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是这个 然后呢 好像要休息也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因为有时候 我休息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那个懒散 那个 那个 不想 不想服事 不想爱人 很想就开一个电视 很想就 躺在沙发 很想睡多一点 那个床 是horizontal 多么好 对不对 躺在那里 多么好 所以 我就 我就讲 那时候 我就发现 为什么上帝 要我们走到底 要知道一切 认识一切 做一切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爱福音 的观念 那个concept 还是你爱 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全部 你什么 关于福音的 你什么都爱 有些人 有些人 传福音 但是不一定 爱福音 有些人 他们爱福音的 有一些 就是迫切 有一些亮光 但是不爱福音 福音的那个内容 全部 本身 各位弟兄姐妹 你 真的要爱福音的 全部的话 所以我们的 以满内力信息是 凡事上24小时 的那个福音 是什么 你要寻找出来 当你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一直要 哎呀 赶快读啊 我要知道 那个背后是什么 当然这个有时候 要懂嘛 要懂那个结论 你看那个电影 你是享受 你要懂那个结论是什么 还是 You love every part of the movie You love every part of the book 你喜欢的是 那个结束 还是你 哇 这个 这个 他怎么样跌倒 他怎么样受 委屈啊 等等 他的问题 他的过程 你什么都喜欢 你喜欢福音是喜欢到什么程度 这样 你喜欢上帝到什么程度 你喜欢的条件 你喜欢你的生命生活 到什么程度 所以 为什么 所以有时候 牧师给大家有一些压力 要做 凡事都要做 什么都要做 不要在那里想 哎呀 我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我劝大家 做就对了 当然 做两过后 就是靠着这个信息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你做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软弱 有很多的那些伤心的 流泪也可能会有 你分享出来的时候 流泪也有 但是呢 那个上下波折呢 我告诉你 上帝很喜欢的 你要爱那个东西 爱那个福音里面的每一个的答案 那你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就会得着 那个圣灵的恩高 你在凡事里面 唯独要得到这个恩高的时候 因为你爱福音的整个嘛 你爱上帝 天父你也爱 基督你也爱 圣灵你也爱 圣灵会找你的 他会来找你的 OK 你爱上帝的全部 你爱圣经 圣灵的恩高会这样来的 所以得着这个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三句 就是刚强爱心节制 刚强起来 你能刚强是因为 你得到正直清洁的灵 你能够有爱心 是因为你得到主的爱 你能够有节制 是因为信徒 圣灵无意识地 来临的时候的时间表 你相信 你相信圣灵的动工 然后信徒的那个才干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要做嘛 那信徒才干在哪里呢 不在于你的能干 你的 乃在于你做的有多咸 那个咸味 我们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 盐失去那个盐味 就没有意思了 那个盐 有多咸 你活过来了多少 你做的时候有多少 我要玩了哦 我预备这个信息哦 我以前是 就是在电脑面前 blank 要开始 怎么开始 没有画的东西 没有出来哦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明白 我要靠圣灵 那我也学习这个 当然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大家为我祷告 那我预备的时候 我不是水龙头嘛 有些人是说要挤奶的哦 要挤出来的 但是呢 我是等 所以这次呢 信息比较快出来 但是呢 我是 但是可能还是有点乱哦 我不知道 那么我就在神的面前 我祷告 我要得到活过来的 我要得到一个flow 我要得到一个上帝要 要我们教会的时间表 上帝叫我学的 最近叫我学的 叫我趋向的 叫我到的那个地方 叫我得意志的那个地方 走到哪里去 上帝也要这个教会 恢复的地方在那里 我感谢主哦 我们过去两个星期的 信息都是在这方面 查验的哦 那我是怎样哦 我是一定要等到 我得到很咸的信息的时候 这样 大家知道吗 那个信息很咸的时候 有那个炎味的时候 全部就出来了 一下子会出来的 一下子那个信息 全部会打出来 有点乱 所以另外一天 再整理就好了 各位不要靠激情 不要靠知识 你不要靠你任何的一些经历 那你要服侍主 你要参加小组 其实参加小组也不容易的 因为第一 你要带着你一切的祷告题目去 第二 你要忍受那个牧者讲的 有时候要忍 但是当然不是忍 有时候是真的有得到 那个亮光 但是这个是一个彼此互动的 一个心灵嘛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做的 你带着什么险 你多险去做 忙碌的时候呢 这个是阻挡你 传福音 领受恩高 领受福音 支持 还是这个是叫你 成为 更糊涂起来 所以我们要检讨的 忙碌是叫你更混乱 还是忙碌是刺激你 就是叫你不做糊涂 人要爱惜光阴 上帝的心是叫你 更爱惜光阴 你检讨一下 可能你生命里面 生命里面有一些是 可以再更新的啦 以前我想 我那么多的 那个时间 已经满了 怎么样能够再来多几个 带领 还是安排 还是再做 某些的服事 有时候我在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想过来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拿一个电视 四方形的 然后你拿一个圣经 也是四方形的 两个在你面前的时候 好像你的趋向是这个 那个现在电视都是比较大 比较大的 跑到那里去 好像都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借口 那个时候 有些人是 烹饪 有些人是 玩电子游戏 有些人是 种种 还玩游戏 各种各样的 但是 你检讨一下 那个东西 你会失去多少 然后你祷告 我也不知道我怎样祷告 能够胜过的 就是 这个四方形的 是跟这个四方形的 圣经 电视 还是圣经 还是其他的 哪一个 好像 我有一天我就忧伤 说啊 我真的放不下 其实这个我没有跟人家说 但是 这个我现在 我不知道 可能弟兄里面也有 但是 这个是不容易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 然后有时候 你找一下 你的生命生活里面 其实有一些地方的 有一些地方 可以在 被 就是 能够爱惜光阴的 我这是在宣教雨晨的时候 我看 Randy最清楚 他跟牧师一起 同一间房间 牧师 累吧 但是 讲到回来 就是动iPad 微博 对不对 然后完了 就是 讲 谈话 没有一秒钟 是浪费的 全部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哎呀 有时候哦 我在累的时候 很想 躺一下 这样的 当然我不是说 不可以 不是说不躺 那我意思是 我们往着那个地方走 有一个 有一个榜样 有一个榜样 做凡事 你要检讨自己 你看一个蓝图 然后得着最细密的 一个脚步 我告诉大家 有些东西呢 你不要只是得到一个蓝图 大图画来做 你需要细节的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你要懂每个细节 有时候 你必定要到一个人的层面 所以你也需要洗人的脚 OK 洗人的脚 可能买东西 写一张卡 也需要的 不一定你是 就是你已经做了一个领导的还是什么 领导的还是什么 领导的 领导的 这些小的就不用做 我跟你说 很多很多小事 很多细节的事 你知道的时候 大事 才能够不会出差错 这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要做一个每日以马内力 能够制作一个没有背景 No noise 没有背景 有声音 然后看的时候也舒服 High resolution 这些 要有美的 然后背景要放哪里 你要拍摄 这次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就参与了 要录 要剪 那些 大家会知道 你要传一个福音 你要放进很多具备的功夫 我就想当地上帝的美意在那里 就在细节里面 你凡事上懂得那个细节 你才懂得人的难处在哪里 传福音 还有一切的 神的美意在那里 主要在来了 所以我们都是有这个大盼望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安慰的话 虽然什么都要做 但是有时候 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 上帝也是有一个美意 叫你有些东西真的做不到的 可能是你的条件 你的性格 It's alright It's okay的 真的真的真的做不到 你不用紧 我是发现上帝是不会做错的 你真的做不到 在这个时间表里面 现在这个时间表里面 还做不到的话 但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了 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奥秘 上帝留着一些不能做的 就是为了有肢体帮你 换一句话说 你看啊 有人 就是没有把很多的美意跟他讲了 但他自己圣灵临到他的时候 怎样说啊 有时候 就是 上帝就是不给一切 就是为了要把圣灵给那个人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到最后 我也是不懂 要怎样讲 所以上帝 圣灵会告诉大家 所以一起来我们 我们接着结束的祷告 我感谢主 你今天 带领了这个聚会 主 我们仰望你 主啊 但愿主的圣灵 继续感动的工作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里的 有年轻的 有年老的 中年的我们很多都有 我们新来的也有 主啊 我们 一起祷告 求主 让我们明白 圣灵的这个奥秘 上帝如何在寻找我们 上帝一切里面 主 祢安慰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有时候 就是跌倒 软弱了 但是在那个情况里面 我们才明白 有爱的感动 有圣灵 有上帝的爱 还有感动 是何等可以感恩 我们有一些苦难 我们才会寻找你 何等的感恩 主 现在 我们教会 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需要做的 有一些整理的 我们牧师也在中国 求主继续地扶持他 这一切里面 主啊 求主 圣灵 人做不到的地方 也人不应该做的地方 主啊 圣灵 加倍的恩典和能力 加在人的身上 叫 人明白过来 我们都需要主 我们都需要靠着主而活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